第三千九百四十四集 叶晨见到浩飞翰的幻术变化 心里恍然大悟 思存道 这家伙想利用幻术夺取天剑 倒是一个极巧妙的办法 如果浩飞翰变化成一技守卫 那就可以瞒天过海 悄无声息地靠近龙渊天剑 谁也无法发现 但叶晨转念一想 已察觉到不对 难难道 执掌天剑需要逆天的实力和气运 就算侥幸靠近 与他太真净八层天的实力 又怎么可能真正夺剑呢 再仔细想想 又发现对方的谋划 想来那十几个仆从 便是他培养的死士 想以此为牺牲献祭 得到天剑的认可 但哪里有这么容易 八大天剑之中 灾难天剑和荒魔天剑 都在叶晨手里 他自然知道 执掌天剑的艰难 没有强悍的实力 想靠取巧的办法 只是自欺欺人罢了 不可能成功 正思损间 叶晨却发现 周围守卫的攻击 突然停顿了下来 然后 所有遗迹守卫 全部列队站好 分成两边 加出一道通道 阵容肃然 似乎在迎接着些什么 紧接着 这条通道的尽头 有一道雍容华贵的身影 缓缓走来 叶晨看到那身影 顿时大吃一惊 脱口而出叫道 玄机月 竟然是你 而缓步而来的身影 正是玄机月 玄机月只有孤身一人 却没有携带什么随从 穿着一身杏黄色宫装 腰间佩剑 风姿绰约 宛如自带光环 在两旁巨大的遗迹守卫 傀儡的硬衬下 仿佛主宰一切的 无上至尊 气质非常的高贵无敌 灭无极和幻尘烟 看到玄机月出现 也是大为戒备 玄机月竟然能操控一记守卫 显然太上天福道的修为 以真化镜 可以利用符罩控制傀儡 玄机月嘴角带着浅浅的笑意 缓步走来 望向叶晨笑道 轮回之主 好久不见 叶晨咬了咬牙 环顾四周 不见地是天 玄机月是一个人 他握着腰间灾难天剑的剑柄 宁神戒备着 叶晨此时的修为 达到还真镜一层天 眼界已经大大开阔 他能深切感受到 玄机月的实力 玄机月真正的修为 如今似乎是超越了太真镜 但还没到百家镜 算是半步百家镜的强者 其实以玄机月的积累和逆天机缘 他足以突破到百家镜 甚至斩家的数量 能达到八十一到这个大境界 只是他始终没有突破 压制着修为 明显是有更大的图谋 虽然斩家八十一 已经是逆天般的自治 但对玄机月来说 这还不够 他需要释放更强大的潜力 传说万须老祖 当年斩家的数量 达到了九十三之多 简直是镇骨朔金 显然 玄机月也想追求这种境界 这次夺取龙渊天剑 自然是为了突破 八十一到枷锁之后 没想多斩一到 都是一个大坎 极难突破 而天剑的锋芒 对斩家大有弊异 叶辰深深戒备着 其实以他目前的实力抵运 已经可以抗衡玄机月 但问题是 玄机月随时可以斩家突破 一旦他踏入了百家境 当场逆天蜕变 叶辰绝无可能抗衡 玄机月 我们终于迎来了最终的决战 昔日的恩怨因果 今天也该是时候决断了 叶辰目光伶俐 虽之抗衡艰难 但他并没有退缩 今日玄机月既然出现 那就代表着 最终的决战要到了 叶辰并非没有胜机 只要能够在玄机月 斩家突破之前 将他斩杀 不给他突破枷锁的机会 那叶辰还是有机会赢的 毕竟 玄机月表面的战斗力 其实就是圣云尊 与皇清书那个层次 他厉害的地方 是气运深厚 另外是积累深厚 随时可以斩家突破 叶辰不惧他的气运 只忌惮他的五道积累 一旦玄机月斩家突破 那叶辰必将九死一生 以他目前的实力 还无法对抗 百家境的强者 此前与加罗罗互法对战 叶辰都差点陨落了 血龙更因此陷入虚弱 可想而知 百家境的强大 玄机月听到叶辰的话 却是一笑道 最终决战嘛 现在还不是时候呢 叶辰一愣道 玄机月 你什么意思 玄机月玩耳笑道 没什么意思 今天我不想跟你打 只想跟你合作 叶辰更是惊恶道 合作 一旁的灭无极与焕尘烟 也是无比恶人 想不到玄机月 会说出要合作的话 玄机月命运之主 和叶辰轮回之主 必然是宿敌 玄机月笑容收敛 或有些凝重道 没错 就是合作 他目光又看了看 灭无极两夫妇道 我想与你们一起 对抗帝氏天 叶辰道 对抗帝氏天 随后他眸子一凝 掐指一算 顿时发现了一丝 恐怖的气息 心魔审判 玄机月道 正是 这次龙渊天剑问世 替氏天这家伙 想借助这里的地脉煞气 发动心魔审判 叶辰眼瞳一缩 人人都想争夺天剑 每个人心里的魔障 都到了无穷巨大的地步 一旦受到心魔审判的杀伐 只怕要人人沦陷 成为地势天的傀儡 龙渊天剑问世 叶辰的注意力 始终集中在天剑之上 却忘了这么多人夺剑 背后潜藏的心魔危险 一旦地势天发动心魔审判 那将是可怕的末日 这心魔的风险 叶辰没注意到 任非凡不可能漏算 既然任非凡执意 把水搅混 让这么多人冒险踏入 恐怕也有引出 地势天的意思 玄机月道 地势天连日精进 目前他心魔大昼剑的修为 已经到了第七层的境界 普通人难以抵挡 轮回之主 只有依靠你的鸿蒙大星空 方可与他抗衡 鸿蒙大星空 是抗衡心魔的绝好神通 玄机月想找叶辰合作 显然也是看到了这一点 叶辰呵呵一笑 想拿我当挡箭牌吗 玄机月道 不是挡箭牌 能挡住心魔审判的 也只有你而已 我们一起合作 诛灭地势天 铲除掉这颗心魔 大毒瘤再说 至于你我的恩怨 迟后再计算 叶辰哈哈一笑道 玄机月 你算盘打得响亮 拿我抵挡地势天 事后我灵气耗尽 你便可以尽情夺取龙渊天剑 谁也挡不住你 到时候连我都要被你杀死 叶辰已识破玄机月的诡计 如果两人合力的话 的确有很大的机会 可以诛杀地势天 但问题是 叶辰开启鸿蒙大星空 抵挡心魔 必定耗费巨大的灵气 就算能杀死地势天 他也要陷入虚弱 不可能再匹敌玄机月 玄机月道 我的确也是这么想的 可惜你不是傻瓜 不可能任我摆布 所以 为了表示合作的诚意 等到时你开启鸿蒙大星空 我会献祭精血为能量 总之 不会让你吃亏的 叶辰眼睛微动 呕了一声 看来 玄机月的确是有合作的诚意 毕竟现在的叶辰 已经是今非昔比 一切阴谋诡计 对叶辰来说都是虚妄 他不可能中计 鹿死谁手 只能是堂堂正正 靠实力说话 玄机月也深知这一点 所以并没有阴谋诡计的打算 是想真心合作 先铲灭地势天再说 等铲灭了地势天 他自问 以自己的实力至少有七成机会 可以拿下龙渊天剑 叶辰脸色一沉 也深知玄机月实力强大 就算不用任何阴谋诡计 玄机月 单是依靠实力 就有很大机会 夺下龙渊天剑 而叶辰的机会 不会超过三成 灭无极与幻尘烟相视一眼 两夫妇决然点点头 然后幻尘烟向着叶辰道 叶公子 你便与他合作吧 叶辰微感惊讶道 前辈 可是 唤辰烟一笑道 我们另有底牌 可以助你夺剑 玄机月想拿到龙渊天剑 可没那么容易 叶辰心中疑惑 却不知灭无极夫妇 有什么底牌 想到灭无极 曾是横骨圣地麾下的人 心想 难道横骨圣地 留下了什么东西 玄机月看到 灭无极夫妇的模样 心中也大是忌惮 思寸道 这两个老东西 与横骨圣地千丝万缕 着实不容小觑 如果他们插手 我多见的把握 最多只剩下五成 叶辰盘算一会儿 便点头道 好 玄机月 我和你合作 我们先联手 杀了第十天再说 前世 玄机月与第十天联手 诛灭了轮回之主 这一世 叶辰居然准备 要和玄机月合作 去杀死第十天 真是造化流转 命运变换 谁也想不到 会有此等转变 玄机月咬了咬牙 虽忌惮灭无极夫妇的插手 但当此关头也没有其他办法 好 鸡掌为事 叶辰点点头 便与玄机月鸡掌为事 两人立下盟事 决定合作诛杀 第十天再去争夺龙渊天剑 商定完毕 玄机月眸子微眯便道 第十天大概是三子天后 等心魔杀去积累到极致 再出手发动审判 这期间 你先与我追杀告非汉 叶辰目光微动 好非汉 那如意宗的少宗主 你想杀他 玄机月道 没错 他手上有一卷仙佛天书 乃是仙佛魔妖四卷大天书之一 曾得到过魔祖无天的精血淬炼 品质异常强大 对我的天福道法 有极大的增益作用 若能夺取 我的道法必定大大精进